几天前,美国航空AA-180航班,从北京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,六名中国乘客,在同舱乘客,带有疑惑目光的注视下,被请下了飞机。 据悉,事情起因与其安全带有关。乘客方认为,空乘人员反应过度。 航空公司则表示,这是为了飞机和其他人安全的正常做法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华人乘客没还原了事发经过,安全带引发的争执。 4月10日,下午5时30分,没登上AA-180从北京飞往洛杉矶的班机。 起飞前,空乘人员检查大家是否都系好安全带。 在他前排坐住一家四口,是一对夫妇带住两岁左右的双胞胎。 妈妈抱住其中一个孩子,两人共系一条安全带。 但空乘人员指出这样不行。 以下对话根据华人乘客没得叙述整理孩子妈妈。 是否提供儿童安全带? 空乘人员? 没有。 要求孩子自己单独做。 并替其系好安全带,孩子一直在哭。 字。 孩子有中而言。 逝去美国治病,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解释。 空乘告知另外两位空乘人员。 孩子的妈妈,不想给孩子系安全带。 在三四个人围住的情况下,孩子更加哭闹。 最终,孩子的爸爸按住孩子,并系好安全带。 美原本以为,孩子安静下来。 这事就结束了。 但广播说,飞机要回到登机门,因为有人需要下飞机。 原来,是这一家四口被要求下飞机。 他们当下很诧异。 但怕纠缠会吓到孩子。 就没有说什么。 资料图片。 美国一架客机。 好心帮忙却被赶下飞机。 没和另外一名女乘客觉得不公平。 就帮忙和空乘人员为这一家人解释。 结果因为飞机本身的噪音,空乘人员表示听不到。 他们两个人就放大音量,却被报告影响其他乘客。 最后,乘务长走过来,要求看他和另外那位女性乘客的登机证。 结果他们的登机证被拿走了。 同时广播又响了。 宣称警察要上飞机。 因为又有两个人要下飞机。 而这两个人就是梅和另外那名女乘客。 梅说。 警察上来要求他们下去。 因为机长有这个权利。 这样的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。 最后,他们六个人在周围乘客质疑的目光中。 被警察带下飞机。 梅表示这种感觉很羞辱。 他们不过是为这个家庭翻译和说几句话。 没有影响他人。 但是美国航空的处理方式非常的无理。 他说。 六个人被迫下飞机取行李。 美国航空帮他们办理改签。 他因坚决表示不再坐美国航空。 故被转到当天稍晚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。 虽然之后顺利抵达洛杉矶。 但此事让梅一直愤愤不平。 他说。 空乘人员的处理方式过于蛮横、粗暴。 他虽不打算追究理赔。 但不希望华人乘客再被这样粗暴的对待。 才愿意讲出来。 让更多人知道。 资料图片。 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。 美航回应。 乘客未遵守空中安全标准。 美国航空一直把所有客人和员工的安全放在第一优先考虑。 要求所有乘客能够遵守空城的要求。 针对此事。 美国航空负责亚太地区的发言人Anthony Flynn如此表示。 他指出。 在4月10日。 6名乘客乘坐AA-180航班从北京飞往洛杉矶。 但没有遵守空中的安全标准。 拒绝在座位上续好各自的安全带。 为了不影响飞机起飞。 6名乘客被要求离开飞机。 美国航空在当天稍晚时。 为他们安排了其他的航班。 飞往洛杉矶。 资料图片。 美联航客机。 网友热评。 对于这次6名中国乘客被美航请下飞机。 网友看法各不相同。 有人对美航的做法表示气愤。 认为美航的服务态度比较差。 还有网友觉得,这可能是种族歧视。 但是,也有网友对美航的做法表示理解。 那么,如果遇到这种情况,你会怎么做? 对于这件事,又是怎么看呢?